您好,我是昆仑流石 欢迎来到书馆 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有人说啊,这个活服转世这个系列啊 是个严肃的话题 那么你讲这套系列有没有什么目的相呢? 其实我和您说啊,什么也没有 咱们就是啊,捡一个有意思的话题 展开了来聊天 这就是书馆啊,该干的事 那有人就说了,你就不想表达点什么吗? 说实话啊,真要是往深了这么问的话呢 那这个咱们这书馆虽然不是高台教化 但是这个那句俗话讲的好 说书唱习劝人方 三条大道走中央 善恶到头终有报 人间正刀是沧桑 那咱们既然呢,之前呢,没交代 之后呢,也不会再莫非 那咱们就趁这功夫利用个三十秒一分钟啊 我跟您聊两句 实际上咱们说这么多呢 最后都会落在乾隆皇帝的一篇文章上 这篇文章被课成了石碑 现在就立在北京的雍和宫当中 那这篇文章就叫做 喇嘛说 这乾隆皇帝作为一国之君 那费尽巴拉的为什么要伸手这个宗教事物呢? 咱们从第一天一直到今天 咱们聊的都是细节 归根结底一句话 就是这乾隆皇帝要规范这活佛转世的流程 那一吉布拉都听了的好朋友啊 您就没琢磨琢磨 这活佛转世咱们讲遗留够了 有哪一次不是这世俗或者是政权干预过的 所以说对活佛转世这件事情 您不用太往心里去 无论您是一个普通人不信教 还是一位居士佛法的修习者 我觉得听咱们这段书啊 您就抱着一个呀 一说一听一听一乐的心态就完了 那得嘞 咱们继续围绕着喇嘛说来讲咱们这个故事 实际上啊 咱们前边所铺垫的一切都是为了 给这乾隆皇帝证明一下 为什么一个大皇帝一定要插手人家宗教事物 那咱们就啊 书馆开书啊 继续聊天 这武士达赖是什么时候原记的 是在1682年 如果按照这个大清立法来算的 那年应该是康熙的21年 武士达赖 阿旺罗桑加措65岁就原记在拉萨 当时藏人的最高领导者 西藏第八桑杰加措 就是武士达赖的徒弟 有人说这桑杰加措 隐瞒武士达赖原记的消息 最初是因为无奈 因为当时啊 这西藏政权在边境上啊 正和其他的小国呀 有这个边境的战争 就要在阶级备战准备开打的时候 这武士达赖原记了 所以 苍杰加措 为了这个军心稳定 才隐瞒了这一消息 密不发丧 可是这一隐瞒呢 就隐瞒了15年 那为什么这么长时间呢 因为没过多久 这苍杰加措呀 他就体会到 这一个人说了算之后 大权独揽给自己带来的满足感 是有多么的强力 沉浸在其中不可自拔了 那即便是这样 他也得给自己留个后手 什么后手啊 赶紧寻找这个武士达赖的转世灵童 那咱们在这儿得交代一句 咱们接下来要说的六世达赖是谁呀 这位六世达赖呀 就是大家都熟悉的 情僧苍杨加措 那为什么要提前交代一下呢 因为听完今天的故事 您就知道啊 这六世达赖多了 不提前给您交代一下是谁呀 保不齐您就听乱咯 关于这个苍杨加措 这个灵童转世啊 有一种说呢 是曹操走了个过场 因为呢 不能在这个拉草的大昭寺啊 和这个布达拉宫啊 走这个相应的活佛转世遗轨 所以说呢 只有草草的就选定了 这位苍杨加措 那也有另一种说法 就是因为没有世俗权利的干扰 这五世达赖转世成六世达赖 才是最符合神医的 其实我还是那句话啊 如果您不是一个佛法的修习者 这件事情 无论是世俗干扰 还是符合神医 跟您没关系 如果说您是一位佛法的修习者 那您完全可以认为 无论有多少世俗因素的干预 那最后的结果 还是佛法神医 您看这么一想啊 咱们的话题都显得很轻松了 是不是 那么这个参阳加措 他是什么出身呢 他出生在呀 西藏南部的 门于那拉山下 雨松地区 有这么个村子呀 叫乌坚林村 这家庭出身呢 是奴奴家庭 这全家呀 都信奉藏传佛教宁马派 并且呀 这苍阳加措是门八族 那有好朋友就说了 你不是交代过吗 这第四世达赖呀 是唯一的一位 达赖转世系统当中 非藏族灵童 哎 您说的对 那实际上呢 这门八族啊 是藏族的一个分支 这就很像啊 这个达沃尔族和满族的关系 那说白了呀 就是因为某种原因呢 后来伤给人拆开的 这事咱不能详细的解释 要解释起来呀 还得值八十二十五斤 那寻访到转世灵童之后啊 就在藏南地区找了个寺院 新把这苍阳加措安顿下来 那现在名义上 五世达赖还活着呢 那肯定不能把他弄到 这个拉萨去坐床去呀 那谁也没想到 这苍阳加措呀 作为这个六世达赖 作为灵童啊 一直在这个小庙里 就待了十五年 您看呢 其他的这个转世灵童啊 通常都是三五岁 就受戒出家 然后啊 坐床典礼 有老师一直带着送读经文 修习 显密二宗佛法 哎 遵守着尊喀巴大师 留学的戒律 不杀生 不饮酒 不结婚 可是这苍阳加措这会儿啊 就是按照一个普通的孩子 重点保护了起来 在这十五年当中啊 这苍阳加措 不但是饮酒 作诗 谈恋爱 而且结婚了 世俗人所享受的天伦之乐呀 这十五年 六世达赖的这位转世灵童 已然享受的差不多了 咱们翻回头 咱们再说拉萨 实际上这十五年啊 第八苍结加措呀 这日子不好过 他得四处逆缝啊 您想一般 平时啊 无论您是因为什么原因 编个小瞎话啊 这事得折腾您好几天 左右逢源 前后逆过呀 没准啊 还得把这事说漏了 那更何况 这是一个天大的秘密 揣在这第八桑结加措的怀里呀 一揣就是十五年 关于这事儿 他有好几怕 首先说呢 如果这何说特韩国 无论是信众 还是这个蒙古巴胎记 他们要是知道了这件事之后啊 那肯定饶不了他 还有一个人呢 更厉害 康熙呀 达赖喇米一系 是受过人家大清朝黄蜂的 是人家关键 亲风活佛 从元祭到准世 人家皇上不知道 这事儿了的吗 除了这康熙之外呀 还有一方面 就是墨西蒙古的准嘎尔韩国 大韩嘎尔丹 那是苍结加措的亲师兄弟 武士达赖的德义门生 瞒住了这件事儿啊 跟这个嘎尔丹也不好交代 因为苍结加措知道 这嘎尔丹呢 他没有好脾气 好 手里攥着 冰着脾气 比秃尾巴狗还横 他要知道啊 苍结加措 隐瞒了老师武士达赖元祭的消息啊 指不定会发生什么事儿 但是啊 这嘎尔丹这方啊 倒是好应付 怎么说呢 因为之后 苍结加措 借助这武士达赖的名义 发布的很多政令 包括所有政令吧 都是倾向于准嘎尔韩国 倾向于嘎尔丹的 有这么个问题啊 这中原史书和这个西藏史书啊 都有记载 但是都有一个巨大的矛盾点 很难自圆取书啊 我在这主线准嘎尔韩国的大书当中啊 都是仕途啊 给他们圆了圆 也是尽自己的能力吧 就是这康熙皇帝 在这个昭穆多一战之后啊 俘虏了很多准嘎尔韩国的俘虏 高层的和普通牧民都有 就能审讯出来 大家都知道 实际上这武士达赖已然原记了 这我就一直有这疑问 当时啊 也有好朋友直接就提出来了 说这个手下人都知道 这嘎尔丹不知道吗 那我的解释是什么呢 实际上啊 像康熙皇帝 嘎尔丹大汗这种人呢 作为他们这个地位 如果要是认可武士达赖元记 必然得有文书 得有文书 西藏地方政府 或者是和说特韩国的文书 或者是这个西藏第八 你这个桑结加措发来的文书 没见到官方的信函文书之前呢 不能轻易的相信 这一方的宗教领袖 就这么原记了 这康熙和赶尔丹呢 始终不相信武士达赖元记的原因 就是没见到过这么一份官方的文件 他们相信呢 这西藏地方政府是绝对不会欺瞒他们的 像康熙皇帝就觉得 他们不敢 哎 可是他就真敢 那怎么就知道这赶尔丹 他和这个西藏的关系那么密切 苍结加措是他的好朋友 武士达赖是他的好师父 在对清以及其他的军事政策上 一直是支持他的 全力支持他的 那这事这赶尔丹怎么就不知道呢 科姆多大战之后 这赶尔丹呢 被封锁在一个很小的地区 派出八支送信队 我写了十三封信 向西藏 以及和说特部的蒙古诸部求援 这里边啊 有多封信都是写给武士达赖的 他让老师给他指点明灯 然后呢 让老师给他念经起伏 细致到什么程度啊 要念哪段经 念多少遍 这赶尔丹呢 都给老师提出来了 因为他懂 引咱糊涂刻图嘛 他原来啊 也是活佛 并且呢 他还想到老师身边 去这个拉萨去朝圣 实际上就是想在老师的身边 躲躲 躲过了这个风声再说 那这会儿的武士达赖 都死了十三四年了 那这些信呢 都被康熙皇帝截获 现在啊 都在这个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 您能查着 如果他要是真知道老师死了 您说他费着劲干嘛 这些牧民呢 风为严实 可能早就听说 这武士达赖啊 原记了 作为高层人士的 这个康熙和嘎丹呢 他们不能相信 也不敢相信这些传言 这么一来啊 这谎言噎不住了 包袱一抖了开啊 这康熙皇帝首先发难 墨西蒙古准戈尔韩国的 曾经大韩戈尔丹 这会儿也死了 这康熙皇帝 直接就派天使到了拉萨 到了拉萨 就识破了 这个武士达赖原记的这件事 这天使啊 代表皇帝质问桑杰加措 这桑杰加措这会儿啊 就纸上去说好话了 一个地秧个锦子解释 那主要就是说呀 怕把这个老师啊 武士达赖原记这事公布出去 就天下大乱了 所以隐瞒了他的原记 那是下下策 还请这个大皇帝原谅 实际上啊 这转世灵统 我们早就选好了 说坐床就能坐床 赶紧把桑杰加措 接到了拉萨 在清朝的使臣的监督下 完成了剃度出家受戒 坐床的仪式 这康熙皇帝听完之后 也挠挠的 没办法 这只能认可了 也给这六世达赖喇嘛呀 赐了印信 并且在1697年的2月 这清廷牵头 把和说特部的朱王公 召集了起来 就把这件事公布出去了 哎 很出乎意料啊 这个和说特部的朱王公啊 认可了 没有什么意见 其实人家早就有耳门 只不过呢 没出多的乱子呀 人家也没放在心上 直到1703年 和说特韩国出了一位呀 算是有手腕的大汗 谁呀 拉藏汗 这拉藏汗呢 给康熙皇帝写信 他写的信是什么内容 是一封举报信 举报谁呀 就是举报六世达赖 苍阳家措 他说这苍阳家措呀 行为怪异 并且呀 这性格非常的放荡淫乱 还别说是活佛了 普通和尚他都不配做 每天呢 不念经 一天到晚呢 就写诗 而且呀 跟李白一毛病 不喝酒写不出来 喝了酒以后 还就找女人 和自己的手下呀 偷偷摸摸的出去 穿行穿梭于呀 一些风月场所 那是这样吗 其实有可能是这样 您想想 15岁已经成年了以后啊 才受的这个杀密戒 他根本呢 就不愿意当和尚 按照这个班禅呢 和达赖的约定 互为对方老师的约定 五世班禅 就成了六世达赖的上师 有一天呢 应该在京房习京 哎 早上起来呀 这老师就没看见这位学生 等过了一会儿啊 来了一个从人 手里托着一个托牌 这老师一看呢 这托牌里边竟然是六世达赖 苍阳家措的僧袍 跟这个五世班禅说呀 佛爷说了 不干了要还俗 这哪行啊 连五世班禅在街上这个 第八桑节家措呀 一顿连瞎唬的案 勉强着呀 挨着六世达赖才没还俗 在他心里呀 只有诗和远方 想的就是谈恋爱国世俗的生活 那康熙皇帝接到这封信 他怎么想呢 实际上这会儿啊 虽然这 赶尔丹已经死了 但是墨西蒙古 仍然是大清朝最大的威胁 这康熙皇帝呀 为了买这帮和说特不得好 于是呢 就同意了拉脏涵的观点 在这个圣旨里呀 就含糊的说 先把这个六世达赖 这个称号给他废了 然后呢 把六世达赖 压界进京 然后呢 咱们再审 再查 再做决定 实际上康熙的这个意思啊 是把这个六世达赖 接到京城 至于怎么处理呢 再慢慢的研究 可是啊 谁也没想到 当走到青海湖边上的时候 前一天还好好的 六世达赖 苍阳家措这位秦僧 突然暴毙 就死在了青海湖边 那这能算是原计吗 那他一点也不原呢 显然是被别人害死的 最后啊 据说连尸首 也不知所踪 不知去向 那这不用问别人 很明显是拉藏汗干的 那拉藏汗怎么这次突然这么狠呢 敢直接下手 就害死了达赖 这里边啊 有一个原因 有一个私心 原因就是 桑洁家措呀 想害拉藏汗 给拉藏汗投毒不成啊 最后还被人家识破 拉藏汗不然大怒 出兵啊 和这个桑洁家措就打了起来 很明显 藏人的战斗力不是很强 直接桑洁家措就失败了 并且死在了战乱当中 还有一点最为重要的 拉藏汗 包括所有的这个 和射特韩国的胎记们 都认可的一件事 他们呀 要扶持自己的一位活佛 那扶持谁呢 这拉藏汗有人选 他有一个私生子 给取的名字呀 叫阿旺一息家措 对外宣称 这就是新的六世达赖 他是那么琢磨的 怎么要干呢 就往大了 往正统方向干 华尔都说了 废除苍阳家措六世达赖的封号 那咱就不承认他这六世 咱们再找一个六世 哎 这我儿子 他这么一干呢 那和说特部也好 卡尔喀布也好 包括拉萨上层的三大四 全都不干 大伙商量着来 虽然不和遗鬼呀 那也是商量出来的结果 你自己这么干 叫什么玩意儿 可是啊 这康熙皇帝为难了 他需要啊 青海西藏地区的稳定 以及啊 在对准战争当中啊 这拉藏海对他的绝对支持 所以呢 他只有啊 拎着头皮 勉强的认可了这位六世达赖 但是啊 这蒙古诸王公这回态度很强硬 无论朝廷皇上怎么说 仍然是联名尚书 拒绝承认这个阿旺一息家措 并且在拉萨的三大四 已经着手开始寻防六世达赖 桑阳家措的转世灵童了 他们通过桑阳家措的一句诗 来找这个转世灵童 这句诗的意思大概是说呢 我呀到礼堂转转就回 所以啊 就在礼堂地区找到了下一任的活佛转世灵童 就是格桑家措 那这清朝的朝廷啊 也很难办 拉藏寒 虽然立了新的六世达赖 但是没人承认 在康熙心中啊 这些蒙古朱光公的态度也很重要 所以这六世达赖这位转世灵童 也就是西藏三大四所选的这位转世灵童 这清政府也承认 不过康熙皇帝前边说了 这六世达赖被废除了 所以这清政府啊 也只能承认这格桑家措是六世达赖 所以说呢 这会儿广六世达赖就有三个 后来这大将军允提平定西藏 就把这个阿旺伊西加索 也就是拉藏寒历的这位六世达赖 押到了北京 再后来就不知去向 没有消息了 那至于为什么大将军允提会把他押到西藏 这是另一个故事 在咱们的主线的大故事当中还会讲 所以在这儿咱不能自个儿扒自己 咱们今儿就不深聊了 那既然波乱反正 拉藏寒历的六世达赖被打倒 那蜻蜓呢也就恢复了一个六世达赖苍阳家措的身份 那自然呢 那这位格桑家措 这小孩啊就是七世达赖 就是六世达赖的转世灵童 这就是咱们今天要聊的 曾经出现过三位六世达赖的故事 您以为这是活佛转世最乱的吗 哎不是 您接着往下听 明天呢咱们聊聊 什么叫做这一门出了四位活佛的 就因为乱象纷纷呢 这乾隆皇帝才写下了著名的喇嘛书